在美的华人要注意了 如何把握一年一度的健保开放投保期 避免保费大涨同时 又能保住今年原本享有的健保福利 《东森新闻》特别找来南加州知名的 保险经济公司华兴保险 由健康保险顾问克里斯王向观众说明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兴保险我该怎么办 系列报道单元 那么面对2018年保费又要上涨 而且听说有保险公司要取消个人健康保险 到底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 华兴保险的健康保险顾问克里斯王 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克里斯 是大家好我是克里斯王 是那么首先先请问一下克里斯 面对蓝十字保险公司 他要取消个人医疗健康保险 那么对于民众来说的话该怎么办 那在2018年的加州健保 他们也有一些变化 他们的投保开放期还是一样 从11月1号开始到1月31号结束 跟去年一样是为期三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咱们加州这边也有一些变化 安森布鲁克斯蓝十字这一家保险公司 他们会在2018年度全面的退出南加州的个人健康保险市场 那么在北加呢也仅仅保留三个地区的保险覆盖 所以说对于现在正在使用蓝十字保险的用户 他们是受影响最大的 他们就必须要在这段期间 也就是11月1号到1月31号 这投保开放期的三个月之内呢 一定要去被迫的去选择一个其他的保险公司了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正在用药或者说正在看医生的用户来讲 在更换保险公司的时候就一定要小心要确认说 新的保险公司是不是仍然会继续cover你的这个用药啊 包括看医生啊是不是继续有涵盖的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麻烦了 那另外呢对于这个安森布鲁克斯 他们家的祖父级计划的使用者 也就是Grandfather Plan的这个计划使用者来讲 他们是并不受此影响的 好的Chris那么也想请问一下 面对2018年这么多的保险计划 其实对华人来讲有哪些重大改变应该要注意 个人这个2018年的保险里面呢 他们对于这个计划和收入的要求都有所变化 那对于计划这方面来讲 银计划和铜计划 他们的医疗的最高年度付款上限都有调高 从原本的6800块钱个人调整到了7000块钱 也就是调高了200块钱 那对于金计划和博金计划来讲 他们的计划福利呢都有所改善 这个最高的医疗付款上限呢都有调低了 大概就700块钱左右 然后另外这个福利最好的银94 Sever 94这一个计划 它的年度医疗付款上限 从原本的个人2350块钱是调低到了1000块钱而已 所以说这个Sever 94的计划是更好了 那对于什么样的收入才可以符合Sever 94的计划 收入这一边也有所调整 原本的这个介于白卡和加州健保的收入的分界点有上调 所以说那些原本可能是符合Sever 94计划的人 可能就会变到在2018年里面 可能就会变成符合白卡的计划了 好的Chris那么也想请问一下 面对比较高一点点的这个医疗保险费用呢 其实怎么样把钱花在刀口上 您的建议是什么 那2018年里面所有的保险公司当中 除了蓝十字这家保险公司呢 会退出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 他们会仍然的继续待在这个加州的健保市场里面 那像蓝顿Blue Shield这一家保险公司 他们除了仍然提供这个PPO之外 他们还有HMO的计划 那他们对我们华人来讲最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蓝顿这一家保险公司 他们的HMO计划里面 有新签约了这个加联太平医疗网 那这个医疗网是我们大多数华人都在用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另外呢HealthNet这一家保险公司 他们是原本都有HMO的计划 但是在2018年里面 他们有新增了一个PPO的计划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华人 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吧 这也是一个多了一个选择 那不过呢由于这个联邦 他们对于Silver 94、87、73这几个计划的资金支持不再提供了 所以说呢大家的这个保费啊还是会往上涨 那每一家保费都会往上涨 比如说兰顿、布鲁兽这一家保险公司 它的保费呢会上调了差不多28%左右 HealthNet呢是上调了差不多17% 然后Kaiser呢是上调了差不多10% 它是涨价涨最少的 那另外涨价最多的呢就是Molina这一家公司 它涨价了差不多50%左右 是Chris那我们刚刚介绍啊 都是为全家人设计的保险 那么其实呢针对65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或是银法族的话 他们又有哪些特别注意事项 对于65岁现在正在使用这个奇英健保的长者 他们的这个奇英健保的投保开放期是从10月15号就要开始了 然后到12月7号结束 那么所有做的这个转换呢都会从1月1号就开始生效了 所以那如果说现在你对于正在使用的Part D这个药的计划 或者Supplement的计划呢感到不是很满意想要更换的话 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在这段期间内完成 那比如说如果你要从HMO转换到PPU里面就要赶紧了 还有就是如果现在那保险公司 他们在接受一个新的客人的时候呢 是会看你的这个病例记录 如果说现在有些身体疾病的话 可能保险公司是会聚保的 那这一点呢就一定要小心了 还有如果说其实你没有要做任何的转换 那保险公司呢在他们那一边 他们也是会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每一年对于药的方面跟医生的涵盖这一方面都会去进行一个调整 是最后呢也请问一下Chris 其实呢我们知道联邦有一个红兰卡计划 那么这个红兰卡计划到底对65岁老人好不好呢 在美国的居民呢无论是绿卡还是公民 在年满65岁的生日的前三个月都可以去向社会福利局申请红兰卡了 只要呢在美国呢是有工作超过10年 然后报税有40个点就可以申请这个红兰卡了 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part A和part B 那part A呢它是一个免费的 那它cover的费用呢主要是对于住院这方面的费用 那另外part B的部分 part B它就是如果要看医生啊或者是做化验检查 做体检等等 它是涵盖这部分的费用 可是part B它就不是免费的了 它是需要交保费的 那如果你的这个收入是一个standard的话 它的保费呢每个月是134块钱 但是如果对于那些收入比较高的话 它的保费就会往上涨了 可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保费它是有上限的 如果对于那些家庭收入是超过20几万的话 它的保费呢最多是每个月428块6 好的谢谢Chris 观众朋友Chris呢今天特别呢在个人健康保险 以及65岁以上银法族的保险计划里面 有哪些注意事项跟改变呢 都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么在这边呢其实也提醒所有观众呢 一定要找一个合格而且呢比较好的保险经济公司 为您做一个全盘的规划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华星保险 我该怎么办谢谢报告单元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